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实际上在最近一段时间来 中美之间发生冲突的可能性 越来越大的时候 这时候呢 美国都一直在想说 中国现在占有最大的优势是什么 就陈寅你知道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吗 就是他们数量比例多 就太多了 对 比如说以海军来说 海军目前呢 中国的整体的这个数量 已经到了340艘的这个军舰 美国全国架起来 只有300艘 问题是中国可以全力出动 来攻击这个台湾 但是美国不可能 所以在整个 如果中美作战的情形之下 中国绝对是以数量压过你 另外一个 中国现在的空军的这个数量啊 或者人民军 人民解放军的数量 都是比你多 所以你知道 数量本身它就是一种优势 那根据美国未来战争研究 他就说来一件事 我不是说数量比较少 但是技术比较优的舰队 绝对不是大型舰队对手 我只是说 这样的例外在过去 1200年之内只出现三次 也就是说 在过去1200年里面的作战里面 都是数量多的赢 都是数量多的赢 只有三次是因为数量少 我技术优势才赢 所以现在美国面临到一个局面就是 他数量绝对不会比中国更多 所以他唯一要赢的方法就是 我在技术上面赢过你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拜登会一直在 对这个中国的晶片下手 因为他知道 我只要封锁你的晶片之后 我就可以在技术拉开跟你的差距 所以你看 纽约时报写得非常清楚啊 美国必须打赢这场晶片大战 因为晶片大战不是只有科技 不是只有真正的这个经济之战 而是真正的国力还有国防之战 所以之前我们一直看到说 美国呢一直在讲求 这个所谓的半导体企业 后来才发现原来这一切都是军事考量 对没错 我们就讲 这一次大家都在讨论的 这个美军的这次的CSIS的 这个报告里面 对 那这CSIS的报告里面来说话 你知道他们的设定里面来把中国的设想是其实没有那么强的 我们给大家看 他的条件是解放军设下条件是孤立无援 然后东部战区独占天下 然后战术技术落后 然后导弹命中率低于15% 后勤不足 然后登陆后无法补给等等 也就是说 他把美中国解放军的实力根据中国的说法是 你看到没有 你把我当成是我二战时候的这个美军这样的水准 那他同时设定是CSIS是美日联军的这个解放军导弹的拦截几率是高达了91% 也就是说你命中率低于15% 但是呢拦截的几率可是提高到90% 所以你就知道说其实呢 这个美军在这次设定里面是把解放军看的是比较没有那么强 结果还是美国日本还有台湾还是产生 台湾甚至是几乎是被炸成废墟这样的状况 所以那其实呢 如果他再加上数量优势那就很难说 所以那为什么他会把这个解放军的这个命中率低于 设定为低于15%呢 事实上最近几年的时候其实发生一件事 包括说像解放军之前不是从这个江西的基地啊 还有从浙江基地往南海发射 疑似是东风21跟东风26的飞弹嘛 就后来不是说有发射4枚吗 但是中国就说只有2枚 那后来有2枚到哪里去呢 就原来就有人说是降落在什么 掉在中国的广西的这个经验 不好意思告诉大家掉在哪了 那所以他们一直说只有2枚 但是美军就说不对 明明就是4枚 所以如果按照这样来说的话 你的命中率只有一半左右那个数字 那你更不用讲 在去年的这个佩洛西来台湾访问的时候呢 当时不是中国有四射这个飞弹吗 那四射飞弹的时候呢 你要知道 其实呢 中国宣称是发射了16枚的这个飞弹 但是呢 我们台湾 我们台湾有铺爪雷达 那么多雷达系统 就说只有11枚 那日本 日本其实也非常关注这件事 日本就说只有9枚 所以也就是说 你16枚里面有很多飞弹跑到哪里去 大家不知道 这也就是为什么会把它设定成这么 这个命中率这么低的一个状况 那另外一个就是 因为我们之前的这个 日本的经济海域的时候 不是有这个 中国的导弹命中吗 人家就说搞不好呢 他根本就是不是要命中那个地方 只是说 因为他也控制不住他的 那个所谓的命中的目标 所以才导致发射出一个偏差的一个情形 好所以我们看到呢 这个命中率如果如此之低的话 为什么我们还要忌惮呢 对我觉得主要就是他数量很多 数量多 数量很多的时候 这时候美国要怎么打 事实上美国在这一次的CSS的认定里面 有几个 包括说像这个日本的基地要为美军所使用 台湾民众要能够有抗战的意识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 美军必须要有一个远程打击的这个能力 我们刚才不是讲 中国在开战的时候 它有非常庞大的空军实力 还有非常庞大的舰艇都来了 那么船舰摆出来的时候你要怎么办 你要远程就攻击它 因为进程的时候 你可能在这个加首纳基地 或是在台湾基地 很多都会面临到攻击的时候 可能就封倒了 对 那你要怎么办 如果远程的飞弹能够击中你的这些 所谓的船舰的话 就变得非常重要 所以你看富比斯就看了一个消息 他说3600枚美国巡航导弹与中国舰队 然后一枚美军的这个军火 如何决定台湾的命运 他讲到就是这一枚这个军火 会决定台海的这个命运 是什么军火这么厉害 这个是JASSM-ER的这个飞弹 这个飞弹的时候是在2018年 美军首次亮相的这个状况 他这个主要是说 他可以从这个空中发射 包括说从B-1啦 B-21啦或者B-2这样 载过来的时候从空中发射 直接在轰炸机上面载过来 也就是说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为什么 因为在两军作战的过程里面 我远远的就可以发射这个 所谓JASSM-ER的这个飞弹的时候 我命中我去击中你的这个 相关的这个船舰 根据美国JASSM-ER的报告里面来说的话 虽然美国的潜舰 也的确击毁了整个击烧 这个中国的这个船舰 但是真正能够让 中国能够在这个战场上面来说 损失大量船舰的就是这一枚飞弹 所以这枚飞弹非常重要 他就说得非常清楚 美国中队约莫12架的这个轰炸机 携带大概200枚的这个飞弹 那飞弹来说的话 第一个它快速的 因为B21本身就是隐身 然后再进去的时候 发射让你神不知鬼不觉 用这样来摧毁你大量的这个 包括说大量的这个武器啦 大量的这个基地啦 用这样来进行一个逆转的这个局面 所以这个JASSM真成型的这个飞弹 它才是赢得这一场战争的 非常重要的这个关键 而且你说它为什么这么关键 因为这枚飞弹太厉害了 它不只是可以攻击你的军舰 甚至还可以攻击你的港口 对港口基地上它都可以攻击 好那这为什么这么重要呢 这因为我们知道 这一个飞弹要能够进入到这个 所谓中国的射程里面来说 当然有一个载台 那这个载台来说 这也是为什么 我们一直在讲 美国在去年底亮相的 所谓B21的轰炸机的时候 美军的参谋长会说 这个B21的轰炸机来的正是时候 为什么来的正是时候 它是隐身的飞机嘛 隐身飞机来说的话 它可以从美国直接触发 因为我们知道其实呢 在这个美军已经设想得非常清楚 在两军中美这个打战的 打战的第一个时间 美军 中国军队一定会攻击日本的整个基地 它甚至也会攻击关岛的基地 所以关岛的基地 日本的基地 在第一个时间或许会遭到非常大的 这个打击的时候 美军要什么反击 美军这时候就是 在了刚才我们讲的JSSM ER的这个飞弹 从美国直接本土发射过来 美国本土用什么飞机呢 当然就是B21轰炸 而且我们说这个B21 它真的可以飞很远啦 9000公里 才从美国飞到你这个中国的本土 直接到华中了 毕竟台湾海峡这个地方发射过去之后 再回来 所以它等于是说 而且它神不知鬼不觉嘛 所以就知道 它不只可以发射 我们刚才JSSM ER的飞弹 它也发射所谓的这个智慧水雷 所以等于是说 在这个美国设想 如果第一个时间呢 我的这个第一线没有被你攻击的时候 我可以第一线反击 但是B21的时候 我有个备案就是B21载了大量的 这个JSSM的飞弹去攻击你 好那这是美军目前的想定 那另外一方面来说的话 其实因为我们这次的CSIS的这个报告里面 有非常多 大家都说 好像这个中国大陆 这个美国把中国大陆看得太轻了 但是其实实际上说 这个曾经担任过美国国防部的 这个中国台湾蒙古科的这个前科长 胡振东 他就说到说 其实不是这样子的 他说 没有错 中国目前的这个 他们设定的中国的武力是比较弱 但是他们设定的 美国的军力没有那么强 因为目前他们设定的是 美国现阶段的武器 但是说实在 我们这几天也在节目上讲过 美军有非常大量的武器 在这几年都改装 包括B21已经亮相了 所谓的未来武器概念 包括说F35的这个 我们讲到第二代的这个主机版 要更换之后完全不一样啊 那包括说无人机 无人潜舰 无人船只 这些新的作战的方式 甚至他未来还有什么 Starship的新的连结啊 这完全都不一样 所以他说三五年之后 美军绝对会比现在更强盛量多 这些都还没有在这次的冰队里面 那强盛非常多的时候 那搞不好就会出现一个 天差力远的一个状况 所以就会很贴近这一次 你把这个美 这个中国军队设定为二战时候 美军的这个技术差异 所以我才说嘛 美国现在无论如何 绝对要在科 他知道数量 我绝对不是你的对手的时候 我就想办法在科技上 领先你非常多的四代 确保在真正作战的时候呢 我能够享有绝对的这个优势 好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冰队里面 当然啦这个解放军的数量 是一个优势 但是美军来讲 我就是要提高我的科技 套的就是晶片 对所以我就讲嘛 为什么这几天的时候 我们看到拜登在接待两个 最重要的防美国的 一个是这个日本首相岸田的时候 一个是荷兰总理铝特的时候 他就讲到说 我们现在绝对是要防止这个 所谓晶片的 跟你做这个晶片战的这个状况 譬如说你看 铝特就说得非常清楚啊 他说重要的是西方国家 绝不能够丧失先进的 半导体的技术领先地位 那先进敬佩也不能够被 大家不乐见的事后的这个 不乐见军用的这个国家 用在军事用途上面 所以也就显得非常清楚 他们其实有意愿这样 只是说因为 荷兰毕竟是欧盟的国家 所以他要跟欧盟互相的配合之后 他可能会进 他们会进一步的讨论 会跟欧盟还有亚洲的盟友 还有包括台湾在内 对会磋商一个状况 那连坎贝尔说 大概其实是应该 具有相当建设性的这个谈话 所以看起来的话 美国这个联盟会守得 越来越清楚的一个状况 那除了美国把这个联盟建好之后 他还继续封锁你 我们其实目前为止来说 香港已经被中国 被美国列为所谓的 晶片出口的管制 因为他把你 四红是一个 这个跟中国一样的国家 香港不意外啊 那另外一个 他现在针对澳门 也实施了这样一个状况 因为澳门 其实澳门现在就变成是中国 我既然没办法从香港夺德 那我就从澳门 所以他现在也把澳门 列入一个管制的这个范围 对所以你现在想要买晶片 你也很难从澳门过去 那我们就讲 这让目前的晶片 对中国到底有多重要 因为你管制中国晶片的关系 导致中国晶片 目前为止来说的话 他的需求突然之间 他也没办法获得很多的晶片 那他们怎么做 走私 你看最近一段时间 这是2022年年底的时候 中国的海关逮捕了一名 你看他看起来 你看这位 是一个孕妇啊 对你看起来就是个孕妇啊 可是问题是 他的这个肚子不太对 他是假的 怎么会有尖尖的这个东西 就马上就把他拦下来 把他拦下来之后 发现到说你看 他整个这个胸前啊 还有这个肚子这个地方 贴的都是这些晶片啊 这些晶片是为什么 他贴这个晶片呢 他贴的是中国目前 缺货的一些相关的晶片 听说他贴 他只要进口进去来说的话 可以赚二三十倍的利润 天啊 所以他就当然做这样 他数百颗的这个半导体 走私到广州的这个 现在晶片超级值钱的 对没错 那也因为我们知道 中国一直被封锁 包括说他整个设备啊 什么都被封锁之后你看 他整个进口的 晶片的数量就大幅的下滑 因为你现在已经 很多没办法买 譬如说NVIDIA AMD的 很多晶片你没办法 Intel你也没办法买 所以现在整个这个 进口量就大幅的 下降了一个状况 那也暗示着你说 中国的晶片业者呢 或许已经 已经面临到这个 美国科技封锁之后的 一个非常大的这个后果了 好所以呢 你看到中国晶片全面封锁 别忘了 他们还有华为啊 对没错 大家都说还有华为 这个这个 这个什么全村的希望 华为是不是应该贡献什么 但是问题是这样啊 华为在最近一段时间里面 他po出一张照片 他就说我们有一个 新的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所谓晶片 这叫做麒麟KC史的 这个照片 就在 po出这个照片之后 大家都说哇 我们华为终于 这个生产出了相关的晶片 为什么这个对华为很重要 因为华为旗下的海斯啊 被这个美国封锁之后 他现在的这个市占率 已经到了 去年第三次的 第三季的市占率 已经到了零 我们看这个 华为海斯 原本第一季4301% 然后第二季0.48 第三季就是零 也就是说 他已经没有任何的晶片 那你看 在po出一个这个 大家说难道你已经设计出来了吗 可是不好意思 他们现在只是说 我们的确已经有这个 这个量产出一个雏形 但是具体我们要量产 因为他不能够用美国的设备 所以他说要等到我们中国的光刻机 能够做出来的时候 我就可以做这个晶片 那问题是讲废话 不可能 不可能讲多久 不可能的事嘛 那除了这个之外 我们其实华为目前为止来说 他有一个 他这个基地台 目前还在卖 那基地台还在卖的时候 你看他有想办法 降低美国的零件 他其实都找一些 周边的这个设备 然后来替代美国的这个晶片 目前为止 被他发现说 他这个过去 这个华为5G的 这个基地台里面的晶片 的相关的设备里面 只有美国零主件 只有占一% 大部分都已经让这个美国 以外的厂商做 特别是中国的厂商做 但是呢 我跟大家讲 又非常有意思 他里面最重要的这颗晶片 这个晶片就海思的 5G基地台里面 所需要用的 基地台的CPU 这个大家可以看到 这是海思的这个 他这边有一个什么 Tai1 也就是台积电做的 所以这个 你要说到底 目前为止 他的出货 还能够出货是因为 他手机晶片已经用光了 但是他目前的 小型机晶片 还有一些些 但如果这些也用光的时候 那华为就正式 没有任何晶片 所以对华为来说 他们要怎么做 他们现在很多方法 就是找南韩药 我们慢慢不是讲吗 他有很多技术是要自己研发 但是研发太慢 我就直接找南韩 你看朝鲜日报报导一个 最近的一段时间的时候 韩国已经起诉了一个 他说韩国三星半导体的子公司 他把这个半导体的公司的技术 转让给中国 这是什么呢 这是一个三星旗下的一个公司 它获得一个全球首创 而且韩国三星已经进入量产的 叫超灵界半导体的清洗设备 那我们知道就是这台机子 这台机子来说的话 可以让我整个半导体再清 因为半导体设备里面 需要非常多的化学颜料 气体在这个地方 你每次做完之后必须要清洗 不然的话你会互相污染 那结果他研发出这个之后 他觉得说 这个被韩国视为是国家的这个机密 就被想 居然流到这个中国去了 所以他就把这五个研究员 把它起诉 清洗设备里面来说 过去一段时间 可能最多是来自日本 日本的东京威力科创 还有美国的应用材料 问题是美国日本都不 万一有一天都不给他计数的时候 那他没有清洗设备怎么办 所以他是现在能够投 能够抢能够拐骗 就尽量找这个南海 因为南海对他们现在最不设限 我就把你挖大量的这个计数过来 所以那其实现在 虽然说中国呢 这个被美国封得很惨 他也好像几乎快要窒息 但是他还是无所不用其极的 想办法突破美国的封锁 好所以国民 其实呢我们一直都说 美国海军应该现在 已经是地表最强了 但是没有想到 在这场兵推里面呢 会认为说 现在中国海军 他是以数量占了优势 但是美国海军 是不是被跨四海 是不是真的被低估了呢 其实美国现在来讲 就是希望发展这个技术优势 来克服 这个中国军舰上 数量上的优势 那当然美国战争学院 这个教授会降效 他也呼吁说 其实未来的 就目前 目前到了2024年 2025年 其实美国海军的 水上舰的数量 基本上讲 都是会小于中国海军的 那中国海军呢 在未来两年之间 应该会超过 但是其实美国也不是没有准备的 美国 他们除了有人舰队之外 他们未来 到了2045年 他们有一个领航计划 就是说 在这个领航计划的规划下 其实美国未来 可能是三分之二 是有人的军舰 但是三分之一的是什么 无人军舰 无人潜舰 所以其实美国在朝这个无人化的方向 潜舰 那除了 除了在海面上发展 其实他们的陆地上 也是有防范的 譬如说最近 北韩发动了一大堆无人机 去侦测南海 南海也看到 那没想到说 最近在青上北道 这个新洲地区 也就是部署 美国的驻海美军 部署这个萨德飞弹基地的地方 居然发现了 有一个四轴的 同轴的悬疑无人机 入侵这个南海 所以驻海美军就很紧张说 赶快跟韩国的军警协调说 原来你们要赶快去注意 这个到底是北韩飞过来的 还是说你南海民众 自己调皮导弹去飞的 这个他们有做 那除了加强海上的武力之外 加强驻海美军的一些激烈防护 其实美国的整个滨海作战团 他们有做一些改革 那其实做了一些改革 其实最主要就是透过 美国冰海作战团 他们讲强力说万一 万一驻海美军在第一岛列人 被打败的时候 其实怎么样 这个冰海作战团去收复 那收复了有几个动作 第一个我们都知道说 美国的陆战队 你不能讲海军陆战队 海军陆战队他会生气 一定要讲说美国陆战队 因为美国陆战队是第四军种 美国陆战队 透过这个冰海作战团 用强攻取阵去夺取一些岛屿 夺取一些岛屿是干嘛 不是说占领 暂停之后要做什么 他们会这个时候赶快利用气垫船 或说西腰山洞运速机 赶快把相关的一些反舰 飞弹发射车运上去 就是像这个画面上这个左边 这个反舰飞弹发射车 他有个英文名字很难念 他说海上远针进来什么 拦截系统 那其实就是把一辆战术卡车 你可以看到这个战术卡车 上面的放了两个这个反舰飞弹发射箱 外形长得丑丑的 没有错 但是就是这个丑丑的飞弹发射车 能做什么 就是说这个兵台做成 暂停岛屿之后 这个一旦反舰飞弹放上去的时候 这个扇形火力的范围之内 基本上来讲中国舰艇不敢看过来 那除了这个反舰飞弹之后 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 他们居然说爱国泽飞弹很好用 很棒棒 他们现在发展到所谓爱国泽三型 MSC系统 它的涉高可以增加到60公里 那没想到说路上的发射系统 居然说洛马集团居然把他说 能不能放到美国海军舰里的 叫马克41的垂直发射系统 好像可以 所以其实美国的现阶段的军火舱 居然在做这种事情 就是说把这个路上的发射系统 移拨到这个海上舰 那如果说一旦这个发展成功 那未来 美国这个陆战队远征军 他除了反舰飞弹之外 他海上的 他还可以得到这个防空飞弹资源 那更离奇的是说 美国还发展这个海上的 大型船舰系统 那基本上来讲就是右边的 这个所谓的海上浮动机器 海上浮动机器做什么 就是说美国会预先购置 目前是预定要八艘 目前有四艘服役 有说这几艘军舰做什么 就是海上的弹药库 海上的军工库 海上的燃料库等等 都先预放到可能出事的地点 所以国民等一下 他现在重点变成是在海上吗 因为像之前我们对于 你刚刚讲的美军陆战队 他现在不是在攻城略地 他现在我们之前看到他们 不断进行夺岛演练 原来是要抢占岛屿 为了把飞弹车放上去 那么甚至你讲到海上爱国者飞弹 这是形成一个海上的防空伞的意思 对没有错 就是说既然海面上有防空伞 然后他们又抢占这个岛屿 然后张旗一张防空伞之后 然后再加上这个反舰射程范围之内 那在这个反舰飞弹射程范围之内 没有巨舰敢敢靠过来 那我们都知道目前 现代化的战争 弹药的消耗量很快 所以其实美国他就预先 把这个海上浮动机器 前推到可能出事的地方 包括冲绳海域 那当然他们会在第二线 比如说关岛先做浴藤的动作 其实这个海上的浮动机器 它不只是所谓的淡尿库 燃尿库 它甚至目前还会改变成什么基地 居然是大型的水下无人载具的一些 水下无人载具基地也来了 就是说美国未来会透过 这个海上浮动机器 当作这个大型无人水下载具的基地 然后再有快速的 通过相关的转排系统 快速的把这个无人载具 释放到海中 那这些水下的大型的无人载具 还可以做什么 它又可以当成小型的水下无人载具 这个母船 所以说以后 未来的状况是说 无人水下载具在前 有人载具在后 那未来美国打的是科技战争 科技战争跟无人水下战争 所以提灰 美国已经准备好了 准备好要打仗了 而且现在五眼联盟也要动起来了吗 对你知道我们最近来讲的话 包含健保署的相关的 把资料call给对岸的 还有包含今天媒体都已经在披露的什么东西 就是我们的军事情报相关单位 有这个资料 比如说宴请这个其他的朋友 然后大家那个收据也被泄露出来 还有工作汇报工作周报也被泄露 我刚查一下 这个工作报道是2021年的3月29号开始的 所以刚好是礼拜一 所以什么事情呢就是最近的这些东西 但是我们发现了一些非常奇怪的事情 就是说为什么这几天 有陆陆续续这么多坡的 在那个情报资料不断的被泄放出来 这其实除了跟五眼联盟有关之外 其实还有一件事情 就是说因为这刻意的要让全世界知道说 其实台湾的保房功课做得不好 那你知道今天美国交台湾潜水艇 你今天美国交台湾怎么国机国造 或者是说美国有一些技术转移 包含它把所有的相关的先进科技 转移给台湾的时候 这时候台湾如果有卧底的 如果有共谍的 如果有任何相关的这个资讯呢 就流通到对岸来讲的话 事实上是不得了的事情 都泄露出去 等于是台湾去形成亚太印太地区的一个破口 所以现在怎么办呢 所以从这件事情来讲的话 这知识体大的原因是因为 我们现在好像还没有把这个破网把它补起来 这个东西这个讯息到底怎么泄出去的 到底是人尾的拿出去的 还是我们的相关的设备 网络系统等于被害掉了 那这个东西也没有交代清楚 所以简单说包含我们外馆 你看那个是从马来西亚 驻马来西亚的五官传回来的东西 那为什么我们在驻外馆处 不是之前已经做一些防范了吗 防范到现在为什么还没有防范呢 所以现在来讲的话 整个是一个资安的漏洞 所以对我们来讲的话 我们现在更加可怕的一件事情 就是说到底美国接下来 会不会再信任我们 到底美国会不会给我们再相关的 更先进的相关的这个技术设备 相关的卫星系统等等之类的 这些从这个世界看起来的话 基本上岌岌可危 好所以是从当我们在评估对岸的军力 当我们在评估他们的半导体产业 但是现在中国让人最担心的 他们也应该最担心的 其实是经济 对没错 事实上目前为止来说 我们都即将要过年 那过年的时候照理说 这人山人海大家出来办年货 对不对 但你可以看到 中国现在就出现一个完全不一样 因为目前疫情在发烧 所以很多民众根本不敢出来 你可以看到 这是什么 要过年照理说 现在如果你去台湾的百货公司 里面人很多 百货公司很多 李正好今天还从 李正好今天从内湖到这边来 塞了一个小时 你就知道整个目前台湾是烟火器很多 但是这个中国没有人 你看整个徐会广场里面来说 上海的徐会商场里面空空荡荡 到处都是这样 那现在他们的菜市场 菜市场现在应该是要办年货 你要存一些菜啊 存一些猪羊牛这些肉啊 就没想到 没有 这没人买 对 连货都没有人要办年货 那这是郑州最大的这个批发市场里面来说 也都没有人 所以他们现在说 真的太可怕了 一整天都没有人 那开店也是开心 你不到薪水怎么去买东西花钱 所以现在整个中国的内需 真的是相当相当的疲软 那中国内需相当的疲软之后 那你需要有人出来喊话 那谁要出来喊话 这几天刚好开这个达卧 这个世界经济论坛的时候 这个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刘鹤 即将要下台 三月要下台 大家也 其实大家也懶得听他说什么 但是他还是照本宣科 说一句话 他说 我们中国人欢迎外资 那中国的大门只会进一步的开放 问题是 现在外资离你吗 外资当然不离你 对 我们现在看几个外资的这个动作 第一个非常有名的这个美妆品材 叫Huda Beauty天猫 因为他目前为止 他其实是一个非常有名的这个美妆平台 他之前力压什么 力压包括说像这个 这个 Mac啊 Body Shop啊 对 Mac还有Body Shop 整整知名品牌 所以变成是中国数一数二的 结果没想到 他现在也说 我要退出中国市场 所以可见 中国女生的这个消费力道也在减少 另外包括说像 还有知名的这个韩国的品牌 菲斯小铺 那菲斯小铺他也说 那我要住 我也要离开中国 因为他有39家的这个中国注册的这个 这个分公司 那他有350家门市 就没想到他现在完全都把它关闭 都不要中国市场了 那你根本不用讲 市场还以12月 我们知道 其实你评估一个国家的这个 这个消费力道的时候 你看一些重要品牌的 包括说像运动鞋 运动服这些 没有这些来说的话 他们的销售量都比去年同期大概下滑了 16%到10%左右 所以显现年轻人的力道也在减缓之中 唯一有成长的就只有奢侈品 我们有钱人可是还是 过年还是要买东西送给老婆 什么之类的 所以他们现在还是 这个奢侈品还是在成长之中 好 那我们讲 事实上目前为止 国外品牌陆陆续续撤出之后 我们讲几个 这个大卖场 比如说美国沃玛 美国沃玛在1996年就进驻到中国 但是因为他这几年 其实中国的这个 里面竞争非常激烈 所以他从2013年开始缩减 他甚至在2022年 去年的时候 把他在中国的首家窝马就收起来 所以他现在就说 我搞不好要全部撤出中国 我要转到什么 我要转到印度去 那不是只有这样子 还有这个加勒福 加勒福目前为止来说 因为加勒福过去一段时间 他在中国也有找合作伙伴 他目前为止不断的把这个 他的这个股份卖掉 他现在已经卖给这个 苏宁易购的这个公司 另外还有包括说麦德龙 这是德国的这个消费巨头 他也在中国贴到 踢到铁板 那你跟我们讲 我们台湾原本 跟欧尚合作的这个大轮发 其实现在也都是 卖给了这个阿里巴巴 所以现在外资 你留和说欢迎外国人 但是问题是 外国人就觉得说 我在你目前 在你中国经商环境很差 对不对 第一个你随时 你大概国进民退 我都受到很大的压力 然后同时之间 你这个中国民众 现在又有所谓的民族主义 动不动我就可能被你打砸抢 所以我就觉得 那我不要去投资 那其实不是只有这种零售产业 连这个车商也是一样 我们知道 因为这几年 他不断的这个供应链出问题 一下子封城 一下子干什么 那导致说 日韩企业现在都说 我现在不要在你这个地方做 因为如果假设 我来在爆发什么事 你又把我封城了 那我不是完蛋 都说封就封门 所以你看三星 三星现在已经几乎在中国了 已经没有任何的生产的基地 他现在都大局的移到越南 那日本的车子也是一样 包括本田啦 包括说像Nissan啦 包括像Toyota 他不只在中国销售数量减少 他也都把生产基地要往外移 所以你就知道说 其实我们讲了 这个化妆品 然后还有消费品 然后包括说像是这个车子都离开 好那当然中国还是要拿出一些 这个吸引人的这个地方嘛 哎 好啦 因为过去段时间 好莱坞其实是中国人吗 那问题是 哎 好莱坞已经好几年没赚到钱啊 所以他们现在就说 哎 来来来 那这个今年呢 中国的春节档期 会出现这个黑豹2 等一下这黑豹2 不是去年 对 我们去年10月就上映了 那为什么他现在 因为现在中国要开始开放了 这个刘鹤说欢迎外资 现在先把这个 这个所谓的好莱坞找过来 那实际上 上一部呢 中国也这个放送了 这个大萤幕的漫威电影 是什么时候 已经是2019年的 这个6月的蜘蛛响 蜘蛛人 所以也就是说 我们叫蜘蛛人 他们叫蜘蛛响 但是已经经过了三四年的时间了 才有第二步 所以你看这几年一段时间 中国都是用所谓的 这个我市场很大 我就控制你 我就不让你来 这样一个状况 那为什么要这样 因为事实上 中国真的电影景气也不好 去年一全年的这个电影的票房 是300亿人民币 那在前一年的时候是 2019年疫情爆发之前 是642亿 所以等于是中国人 年轻人现在也不看电影 那现在不看电影的话 好啦 我就让你看 让你看一下外国的电影 看你要不要看嘛 好所以韦翰 其实呢 讲到了经济啊 台湾其实现在也是面临 很大的经济压力 不过今天我们看到这个画面是 賴清德已经宣誓接任 民进党挡回了 他也说了四个革新 杜绝黑金 解决学伦问题 这是针对自己人賴响 观众朋友 今天賴清德当民进党党主席 他讲了一大篇 那我又跟大家用简单的方式讲 第一个 他尊重苏贞昌 而且呢 肯定苏贞昌 然后呢 服从蔡英文 蔡英文讲四个坚持 对不对 他还讲四个坚持 可是他加了什么 他加了四个积极 积极杜绝黑金 有没有看到 积极杜绝黑金 彻底解决学人问题 然后呢 第二个是 积极补充人才 用民主原则补充 现在民进党人不够了 我们要补充人才 就要团结民进党 对 第三个呢 是积极的找回民进党 支持民进党的多元力量 第四个呢 就是要积极的 要聆听世代的需求 他说简单的啦 上次去台南讲说 咖啥几个人都知道 今天讲什么 够活作也要够不得 所以他要拼经济 顾民生 强国防 然后和平两岸 那赖清德 他的起手势 看起来是很漂亮的 因为民进党里面 现在也没有别人了 可是他必须要 第一个问题 就问题到哪里 你要杜绝黑金 彻底解决学人问题 我就问陈寅 黑金的问题 现在牵涉到民进党 上上下下 别的不要讲 他今天宣誓就职的 这个记者会的会场 之前有一个中常委 黄成国之前都去啊 那黄成国因为在 Wino那时候在选举的时候 有讲说 你们都说我怎么样 对不对 我就不进中常会 请民进党中央来 调查我的身家 调查清楚 还我清白 我才进中常会 那大家就问他 那你要不要查他 他没有明确针对黄成国 他说每一个人都要查 来 那我就讲 台北有黄成国 台南还有邱莉莉 邱莉莉现在是 自行党职庭权 那他还有党权 新竹还有林志坚 所以北中南都有 那你今天讲说积极 我为什么讲这四个积极 你既然要积极杜绝黑金 积极就是你要自己去 而是别人告诉你才做嘛 问题是积极是一回事啊 但是面对民进党 现在是极度的不团结 压得了吗 所以现在重点就在这里了 当你爸 我刚刚讲三个人我不知道他要对付谁 但是观众朋友你要知道 这个我们不用讲都知道的 台北有黄成国 新竹有林志坚 台南有邱莉莉 如果你这三个人党籍没有处理的话 那你的积极杜绝黑金是假的嘛 然后第二个 还有讲到就是学伦问题 学伦问题又有林志坚 那林志坚他两个设施论文都被撤销了 可是他现在 观众朋友不是说我要针对林志坚 是说社会在看 他为什么一二六会输 去年的选举就是因为林志坚的双手菜嘛 新竹球场家论文对不对 那林志坚现在看起来也没有要入阁 可是呢 他就是个标 怎么讲 就是一个看板的党员放在那边 还在跟这个余政皇在互相对簿公堂 那大家就会讲了 那林志坚还是民进党员这个事情 一定会拖着民进党嘛 那前面是黑金 我刚刚讲了几个 那学伦问题 好你说林志坚他们要干嘛 那郑文参呢 记者有问啊 郑文参不是据说还不知道 据说是副院长啊 那行政院的副院长如果论文有问题怎么办呢 那你党主席要对于这个 现在最大的党员就是蔡英文啊 我们蔡英文总统现在不是党主席 可是她还是党员啊 那你这个有学伦问题的党员 后来那个赖金辰他讲一套 他也没有直接告诉你怎么说 他说我们会建立一套解决学伦问题 彻底解决学伦问题的方法 我不知道他怎么做 可是现在民进党里面 跟学伦问题有关的人真的太多 因为陈寅 陈明通他指导了一百七十几个 里面过半都是民进党政治人物 还有潘孟安的 不好意思点到潘孟安 不知道他会不会是哪个根源 内政部长是什么 所以呢 今天赖金德的棋手势告诉大家 他要解决民进党这些问题 可是呢 他连眼前的苏贞昌 到底会不会训任 他都讲不出来 的确民众在等的就是这个问题啊 如果说这个苏葵的这个民意 这个民调非常低的话 那么他什么时候要走人 我刚讲 今天赖金德他的棋手势叫做 肯定苏贞昌尊重蔡英文 所以他其实有给他送软 他说过去这段期间苏贞昌尊很辛苦 那记者问说那你觉得他该不该走 他很厉害 他讲说这个是总统的职权 所以呢 我不便发表我的看法 所以他没有对苏贞昌逼宫啊 没有没有 那第二个他再补一句说 我不知道总统明天会做什么决定 我不知道 他逼宫了总统 所以他肯定苏贞昌嘛 然后尊重蔡英文 蔡英文不讲四个坚持吗 所以两岸的问题 还有他台独的问题 大家会问他 他就讲说 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国互不隶属 就是蔡总统的四个坚持 所以他现在齐头是起来 他必须要处理 可是又不能处理得这么狠 所以苏贞昌 我相信他是希望苏贞昌走的 可是苏贞昌走了 但是蔡英文总统的这个位置呢 他留在那边的时候 他不会出太重的手 可是呢 他要在浮浮当中慢慢前进 企图能够选赢2024 奇怪了 现在内阁可能要改组 对不对 内阁改组之前 大家都开始刷进度啊 开始这个抢业机 比如说现在就开始说 螺蛳粉还有黄飞红花生 那个要全部下降 黄飞红也遭殃了 对 全部遭殃嘛 那全部都下降我都尊重啦 那你假如说螺蛳粉有统战 我也尊重啦 可是我就问一个问题啦 假设螺蛳粉跟麻辣花生 黄飞红真的就那么食恶不食 那你前面几年在干嘛 我觉得是很简单的问题 他们不是第一年进来 黄飞红好久以前就吃过了 对 黄飞红好久以前就吃过了 螺蛳粉好久就有嘛 我跟你讲这件事情 不是我在讲 网友第一个留言嘛 以前在睡觉现在才起床吗 经济部 我跟你讲 现在民进党 因为他陷入到一种 就是败选的这个情绪里面 找不到敌人嘛 找不到敌人就到处乱找敌人嘛 比如说螺蛳粉上面有统战 上面写说什么什么 你是中国人 我也是中国人 所以大家一起就是都是中国人 都就是统战 然后说统战的 因为这个我从未开放过 经济部还做图卡 从未开放过 不是新进的 在这越描越黑了 不是 我问一个很简单 最大的问题 现在我们民众对于经济部 或农委会 或者是行政院的各部会的期待 是要去处理螺蛳粉议题吗 当然不是啊 当然不是嘛 你可以处理 可是你没有必要敲锣打鼓处理嘛 你可以去下架 可是你没有必要把什么统战啊 等等 还想说螺蛳粉里面有虫卵啊 螺蛳粉制作过程很脏啊 里面有个原料放在大便里面啊 所以不应该 我觉得这都完全歪了嘛 我再讲一遍 现在民众经济部去处理这件事 我都尊重 可是民众没有期待经济部 现在做这件事情嘛 他说那民众到底期待经济部 或期待我们的政府做什么 我举例 熊山飞弹 那个时候熊山飞弹 维修的时候 经纬仪送到中国山东去维修 大家要搞清楚 飞弹最重要其中一个关键 就是要经纬仪哦 它是帮飞弹导航用的哦 对 请问这件事有没有下文 没有啊 没有下文的耶 国防部一句说不影响就好了 你要搞清楚 你今天如果要抗装保台的话 这件事情要不要追 这件事情一定要有下文 这个东西一开始 就不应该送到对岸去维修啊 继续再来 天空飞弹 这个案件大家肯然记得 天空飞弹后来被人发现 里面零部件 一大堆是直接从淘宝买的 请问这案件有没有下文 太夸张了 也没有下文耶 比如说再来 国际 我们国际无人机 现在发行用中国的无人机 可能连国防部里面都有无人机 国防部里面无人机 都中国的都大疆的 请问有没有下文 没有下文耶 我跟你讲 一个螺丝粉哦 上面标签印的 你是中国人 我是中国人 所以大家四省五路就是中国人 你绝对是不可以忍耐的 你觉得政府要发声 你觉得政府要这个去 赶紧去查禁 没有说禁 查禁 然后让他改一下 因为本来就没有输了 可是问题是 怎么无人机这边没下文 天空飞弹零件 在淘宝买没有下文 雄山飞弹除毛没有下文 我觉得这是很夸张 比如说再来了 你接受到抗庄保台 对不对 原本前几个礼拜 是不是有说 有一个少将 跟一个藏校 他们的协助共联 在台湾发展组织 结果发展组织之后 最后法院判刑一年 缓刑四年 罚三十万 对不对 请问你国安法修了没 你法院改革了没 你民进党执政快八年了 你这件事有没有做 你到现在没有做 然后这件事情 全部不处理 全部不处理之后 开始说这个螺蛇粉 我们这个很重要 这个要新禁止 从未开放过 不是新禁止 我觉得民进党到现在 没有搞清楚 台湾人民对于抗中保台 龙冷度在哪里 网友就说 你现在不是不可以做螺蛇粉 你现在做螺蛇粉 是更加代表 你过去八年没人在做事 更加代表你搞错方向 如果你要我调内阁改组 想要做什么事 第一个国安法要修 现在说国安法庭 不要叫一般的法官 去判国安相关案例 还有雄风飞弹好好追 金伟宜不要再搞 天空飞弹那个场上 给我重判 不做 然后说好像大家吃了螺蛇粉 我们就被中国统一 这什么东西 还有农委会 现在去认定张善政的抄袭 去追悔经费 你觉得农委会 现在应该做这件事情吗 农委会应该现在去认定 张善政的抄袭吗 我先不谈张善政有没有抄袭 张善政可能抄袭 可能没抄袭 可能真的抄袭 跟我问个最简单的 每一次农委会 只要被中国禁之后 头痛一头 脚痛一脚 对不对 被禁A的时候就说 被禁凤梨的时候 那我们赶快去找 日本人给我买 被禁10班的时候就说 那我们班班有10班 对不对 每次都头痛一头脚都一脚 我问个最简单 今年我们要选取 中国会被戒选 中国会戒选吧 中国会戒选 会被要求我们农产品 又哪里进 哪里进 一定会的啊 一定会吧 每一年都搞这一招吧 好 那我问农委会 针对今年中国如果戒选 可能的方案是什么 有没有做出意义 有没有农委会锁定 哪几项农产品 现在被中国可能瞄准了 有没有告诉我们这个清单 没有 有没有告诉我清单出来后 如何协助这些农产品去转型 讲了农产品要转型 讲多久了 不是说 我们要协助农民去转型 改变市场 这个东西不要唯一依赖中国市场 那农委会有盘点 现在的农产品 哪几项最依赖中国市场 这几项可能的潜在 除了中国市场的潜在市场是哪些 不管是日本 不管是美国 不管是澳洲 不管是东南亚 潜在市场是哪里 好 潜在市场列出来之后呢 有没有办法打通销路 没有去做 所以就说 因为张善正抄袭 所以要追回经费 所以我讲难听一点 现在这些隔月在干嘛 不是在为台湾的抗中保台 去做努力 不是在抵抗中国入侵 这些隔月在干嘛 为自己的官位做努力 因为要内阁改做 赶快做业绩 不要换我 苏正这样下台他的事 我经济部不要下台 我农委会不要下台 我国防部不要下台 这就是台湾的官员在想的事情 好 所以现在从农委会到经济部 我们的官员没有办法 回应民众的期待 好呦 我们的政府到底睡多久了 这个我觉得说 其实这件事情 其实还蛮夸张的 我会给大家解释一下 就是说 其实我们过去 在以前国共内战的时代的时候 我们两边贸易是没有往来的 其实我们是到了大概70年代的时候 两岸才开始谈 所以到了民国78年的时候 两岸才开始谈说 我们之间怎么去贸易 到民国82年的时候 政府公布了 台湾地区与中国地区的贸易办法 那这个办法过了之后 两岸才开始进入正式的贸易时代 可是这个办法出来之后 过了大概10年时间 就进入了WTO了 你进入了WTO就跟以前不一样了 你是WTO的会员国 我也是WTO的会员国 我们就要本着自由贸易的精神 两边能互相往来 时代不一样的 难道法都不用修吗 对 可是那时候在初期 那他们那边同意的就是说 我们可以用一个输入规定 叫NW0 因为在那时候两岸的农产品 就是说如果你今天都在WTO体制以下 你大量开放中国农产品 那台湾的农业本身会受到很大的冲击 所以他从那边接受 就是说NW0这个特别的输入规定 这个NW输入规定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我比如我举个简单的例子 就是说如果我今天要进口中旅游 我中旅游要进来用吃的 进来做医药用的 要进来做肥料的 那个要求的品质等级都不同 对啊 都写的一清二楚吧 对 可是我今天在关税的那个税则上 我没有办法去了解它是什么品质 所以我会衍生用一个叫输入办法 输入办法 输入规定是什么 譬如说我如果今天是实用的 我要过卫福部就是F01 对不对 我要做饲料用的 要过农委会就另外一条 所以就输入办法 那这输入办法里面就有一个就叫NW0 就是说你只要是大陆的东西 我都不准你进来 没有什么特别原因 那所以今天那个什么摩浴爽啦 这螺丝粉那怎么进来的 对 所以摩浴爽 那这个NW0呢 它有一个特别就是说 如果你今天在NW0 你可以来申请 也就是说我经济部 如果评估过之后 来申请的业者 我开放给你 也就是说它是属于专案申请型的 所以台湾的摩浴爽就是这样来的 那这个NW0呢 从以前400多样到现在 在经济部的网站上已经写了 已经有2454样 也就是说你从过去一开始400多样 到现在2000多样 也就是说已经是NW5自助餐了 我今天想进什么就进什么 所以你可以看到 譬如说你可以看到在淘宝上看到 其实淘宝看到很多东西 其实全部都符合这个NW0 也就是说你今天这些东西都是当时 你经济部自己省进来的 结果你现在歪楼了 一下子哦那我又不进了 你们自打嘴巴吗 所以就完全没有管 你可以看到在网路上 在淘宝在很多统一的电商 各大电商都可以看到 就是中国进来的螺蛳粉 那以前都没有 突然现在就发现这个有 因为发现这个有统战的意图之后 就瞬间就说 中国禁止禁款 其实我真的觉得大家要对我们自己的民主有信心 不是说它上面印个两边都是中国人 你就会想变成中国人 就会觉得你要接受对共产党的统治 好友可是现在歪楼的不只是经济部而已 还有农委会啊 农委会你该管的不管我们的担架 现在到底怎么样了 农委会不来管吗 还是他说的算 农委会一直都在状况外 你可以看到陈吉仲挂保证说 鸡蛋一定够 你知道这个保证保证的一年还跳票啊 去前年 前年喔是前年 前年12月的时候鸡蛋就已经开始出问题了 那陈吉仲出来说什么 说什么哎呀那是前年8月的时候啊 因为那个风灾啊然后鸡死了很多啊 过年前一定没有问题 结果你看到了过年前 到了去年过年前 哇淡价高涨压不住了 有没有 那之后就开始说这是什么什么问题 说他挂保证 淡价一定会解决 然后到了去年的时候 去年年底的时候 人家就说 哎 你贵了一年的都没有出 他说他只负责稳定供应 不负责淡价 对 那到了现在呢他又说 他一定能解决 陈吉仲的保证保证了快两年了 都没有办法解决啊 那这个蛋一定是解决不了 为什么 因为你农委会自己统计的数字都有问题啊 他说一天只缺二十几万颗蛋啊 如果今天一天只缺二十万颗蛋 那今天都会变成这样吗 实际上来讲 今天一天已经缺一百多万颗蛋了 对那农委会副主委 黄金城的角度就不一样 农委会副主委黄金城他是属于动物的副主委 他的专业是受益所以他对序幕也很清楚 他对媒体记者就讲了啊 说蛋的问题到2024才能解决 2024 对他自己对媒体都讲了 我们认为他讲的是事实 今年真的没办法解决 是事实吗 是事实 是事实 那你看可是到了陈主委就不一样啊 到陈主委就变成又挂保证了 那我这样到底要听谁的 他可以保证一年都没关系啊 对那 他已经保证一年了啊 所以到底我们要听信的是这外行的陈主委 还是他们内行的皇副主委 所以说农委会本身就在状况外啊 他的保证一点都没有保证啊 所以就变成说你现在农委会做的 我们就好像明明是资本主义 我们是资本主义中的计划经济 这社会主义一样 你看农委会把产地的淡价都挡住了 所以产地的收淡价都是动涨的 就一箱的 譬如说北部的八百三 那现在八百三根本收不到蛋啊 现在一千块人家才愿意把交给你啊 所以照这个批发价走的 没有人愿意加啊 所以你可以看到蛋伤全部都讲 严重不足 因为为什么 我可以卖到一千的 我为什么要卖八百多 对不对 好 隋婷威 如果说很多民众都觉得说 有像这样子的一些部门的主管 我们还需要敌人吗 的确 现在台湾的贸易出现了很大的问题 到底有解吗 现在因为美国也看到这个现象 所以跟美国现在跟台湾之间 有建构21世纪的这个贸易倡议 但是问题来了 就是说现在在写规则的过程当中 如果我们的官员没有很积极的 去把我们的相关法规 还有我们相关的这个行政命令 做一些更改的话 那这时候呢 符不符合美国的要求 跟它的标准 就会形成我们跟美国之间的 那个贸易的结果又会研制 只要一卡住的话 那完蛋了 那因为来讲的话 国际社会的贸易 国际世界的贸易本来就是讯息万变了 所以我们那个机会没有抓住的话 后面的机会就真的就失去了 所以我们现在 你看到这几天来讲的话 的确都在台美之间是在贸易谈判 但是也涉及到农委会 也涉及到经济部 涉及到各个部会 那这些部会的官员 如果没有一个sense 如果没有一个想法 或者是说来达到这个美国的标准 那这个东西来讲 机会流失就非常快 但是他又要顾及到国内的这个民众的这个 因为基本上贸易有时候会保护主义跟这个开放 是冲突的 冲突或者是矛盾 但是你又没有办法去说服自己的民众 或者是说你的沟通能力有问题的话 那就会形成说你让民众更加痛恨 那民众痛恨的时候 他会反映在选票上面了 那选票上面反映的结果就变成说 哇 那你现在执政党就被赶下来了 赶下来之后 结果你原本是在挺跟美国之间 比较亲美的这样的一个政权 结果跟美国之间的 如果是一个比较 这个说比如说或者是亲中 或者是跟美国没有那么好的政权的时候 这个整个贸易方面又延误了 那又延误的话 这整个对台湾的这个民众的这个损害 又更加更大 所以就跟不上这个整个国际潮流 所以这个有时候会因小失大 所以我觉得这些隔远 自己要好好想一想 如何跟民众沟通 然后让这个所谓的整个行政非常顺利 这才是目前当官之要 其实我们讲八八会馆之乱 乱了那么久 终于三个月之后呢 给我们一个陈储报告 我们就想说嘛 你这五年进进出出 到底有多少人 在之前我们都认为说 这是百官刑署 你至少上百个警察吧 那没有想到 他竟然只给了26个 26个民众里面 差太多了吧 竟然还有冤案哦 这26个里面竟然还有冤案 什么意思 这个是刑事局的副局长黄建龙 他在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 他就讲说 我从来没有去过八八会馆 但是呢 他就被调官了 就被调降了他的职位了 他原本是副局长嘛 对不对 好副局长 他说有去招待所唱歌 记过拔官 可是呢 他竟然就说他没有去过 他去过是另外一个营楼的招待所 而且还有付钱 他有付钱 他不是接受招待的 有付钱就没问题是吗 两个小时4500块 好那回到八八会馆里面 现在来讲的话 大家一直想一件事情 小明是谁放走的 小明是谁放走 那个地下会队的那个大金主 到底是谁啊 搜索之前叫他走的 现在黄建龙也点名了一个人 他就是说 小明这个案子是谁办的 是王图芝检察官办的 如果你今天要讲我的事情的话 你要不要先把小明到底是谁弄走的 因为王图芝有没有去八八会馆 他有去八八会馆 八八会馆是谁开的 是小明开的 那小明的地下会队的案子 办到现在办出来了没有 没有 为什么办不出来 这种事情说黑就说白就说白 难道说我还可以跟你情报交换吗 对啊 很有可能 好那现在王图芝就被人家讲说 如果这个案子是你办的 你为什么会去八八会馆 如果你去八八会馆的话 那是不是 你就是你叫人家走的 那到目前为止到这个事情 到目前到都是讲不清楚 讲不清楚说不明白的情况之下呢 其实基隆又发生了一个什么事情 你看八个刑警递黑道大哥庆生 那这个黑道大哥是哪边的人 是天道谋 他在天道谋 他等于是崩溃长 你看到这些刑警 他们不但是站着拍手 在帮这个黑道大哥唱生日快乐歌 对 在帮大哥唱Happy Birthday 那你以后怎么抓他 对很好笑的事情是 基隆三分局是管哪里 七堵的这个大哥 雷梦就是天道谋七堵分会的分会长 那黑道里面讲说 你看这影片为什么会被拍下来 因为这个黑道大哥就觉得说 你看喔 你这都是我小孩 你这些警察都是我小孩 你这影片播出去之后呢 你先想想看喔 就算我今天预风 我跟警察来吃饭好了 好 Happy Birthday 我觉得我也很难会站起来 站起来你看一整排 对你看一整排 里面有多少人呢 包括有七个警察 这七个警察都是应该来抓坏人的 然后公公进进的 Happy Birthday 好 影片曝光了之后呢 为什么如果你有sense 你会把影片曝光吗 一定是有特定的 让大家知道说呢 有这个东西就是我 有办法来控制这些警察 以后不会有人抓我 所以呢这些警察 其实到目前为止呢 包括基隆的警察局长张树德 他根本没有在基隆待过嘛 他在台南当分局长 当当副局长 所以现在警戒人士 大乱斗的情况之下呢 其实要压制黑帮 已经办不到了